接好木拉之后 这个小懒虫它不肯走路 于是木拉爸爸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木拉跑到他身边 然后把它举高高 哎呀 它可开心了 当小孩子不配合的时候 就要想办法哄着它 让它配合 找它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玩去逛商场了 路上看见这一家 木拉爸爸说他们要准备造城堡 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我们买了一个鸳鸯锅 但是没有电磁炉 所以我们现在要过来买一个电磁炉 冬天来了大家都想吃火锅 我们先把设备背起 大脸 快碰妈妈 你说小心一点妈妈 知道吗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小心点 我决定到隔壁的这一家家具店去逛一下 木拉也看见了两个漂亮的小厨房 让他自己在这边玩一会儿 我看看旁边的挂画呀 还有一些家具本色的东西 好喜欢逛这种家具店 我都可以在里面待一整天不出来 之前那个店没有买到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店买到了一个 走了 活过来了 走了 这样从背后静静地看着他们父女俩 牵着手走路 瞬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好知足 木拉又想跟爸爸玩这个游戏 要跑到爸爸身边 让爸爸抱紧他具高高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玩 一会儿就走到了火车站 小火车都来了 我们很喜欢让木拉参与帮我们做事情 这样他也觉得会有成就感 火车停的时间很短 我们赶紧要进去了 木拉特别喜欢走火车 我们就再来这一节可以放油耳车 还有自行车的车厢了 爸爸让木拉跟他一起坐下 木拉不肯坐 人家就要自己站着 这一节车厢就我们一家三口 都没有其他人 爸爸木拉坐下火车 开心的又奔一奔 爸爸也很会逗木拉玩 逗得他一只哥哥大笑 中 Andrea有这么出心 对你令我对你来不忍乱 是太多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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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车一开起来都提醒了 那他就坐地上 他就特别对他心 觉得好好玩 到站了 下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帅男的老太太 帮我们拥车 开灯 哇 很亮 看一下这就是有一个个子高的老公的好处 人家换灯不用站梯子 看到没 人家直接一伸手就摸到了 哇你怎么这么帮呀宝贝呀 骨头小蘑菇 骨头小蘑菇 他自己发明的这首歌 他要看电视会在做什么 会突然之间就这样唱起来 这是什么菜 白菜 白菜 好吃吗 不好吃 不好吃 好吃 不好吃 好吃 饺子好吃吗 饺子好吃吗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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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饺子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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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想到一位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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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到一位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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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媽媽說什麼 小孩 看看 接了穆拉 我們打算去旁邊的一家商店逛一逛 我想買兩幅掛畫 外面已經開始掛了聖誕節的裝飾 感覺好溫馨呀 這個店就是居家用品 穆拉用手摸這個鏡子 爸爸跟他說不准摸 把鏡子摸髒了 奶奶去年給穆拉買的這個小紅帽 今年穆拉戴著還有點大呢 好 走吧 前面看看有沒有掛畫 兩個人又被這個聖誕裝飾吸引了 爸爸說這個裝飾跟穆拉差不多一樣高 爸爸說這個裝飾跟穆拉差不多一樣高 他媽媽做的 他媽媽做的 還不可以 他媽媽做了 他媽媽做的 他媽媽做的 再到後面去找一找看看有沒有 來了兩個圓木色畫框 一個黑色還有一個小植物 然後我們又順帶去差試 買點晚餐用的菜 莫拉之前已经吃过一个大面包了 现在又在喝奶昔 好了 准备回家了 今天晚上到了酒吧 看来发现莫拉的丹麦语音 你不能只吃陪电啊 宝贝啊 你不能吃点菜知道吗 不能啊 宝贝 是他 因为我跟他说 如果你不吃菜的话你就不能拉爸爸 他要吃点菜 你最为了他吃菜的就是这句话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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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 快点儿 辈住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觉得莫拉的英文歌唱的怎么样呀 好了这期视频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